我先上了 我只是去機場 我先說了我的自己的謀論 沒事 剛才我想補充 你們在說 你說 你說 我聽了10分鐘 你說現在大家一起在說中共 今天現時現今 講新聞 現在發生的事情是 今天美國和歐盟進行就中國問題進行第二次高層對話 國務院的官員 副國務卿 什麼等等 第二次高層對話 這些高層對話就是專門對付中國的 他們高層對話中 除了這些政治問題 軍事問題 講了很多 都有很多經濟問題 我知道 美國國務院有消息出來 中國就很不強 中國很不強就說 我們是小圈子 我們是小圈子 現在到底誰是小圈子 這幾天新聞都很多 關於台灣 一直你看到 所有這些 中共自己搞出來的 本來大家暫不知就算數了 台灣問題 現在不斷 各個國家表態在支持台灣 所以我估計中共除非真是傻到什麼地步 才去打台灣 打不了台灣的現在 我認為 那些人都沒有經驗 這些人 他沒有失敗過 他沒有失敗過 他沒有經歷過那種困難 你說以前那些領導 打遊擊的時候 那個時候你喊過世界 這幫人哪裡喊過世界 有人幫他賺了錢 他在那裡發 他一直在這裡殺弊 他一直在這裡殺 根本沒有 一碰到困難了 他用那些肯定還說 誒 我站著眼 這些情況 你一站著眼就輸到你扶著 我記得你見得多的嘛 你只看到恒大有效就已經知道了 開頭什麼事都沒有 又說謊話 你出了問題 尤其是對西方的銀行那些東西 一定要說真話 不可以說假話的 你一說假話 你變成原本的傷害 增加了十倍都不知道 現在我還在找一條消息 我真的消息太多了 中國所謂大灑幣這樣做這些 歐盟昨天還是前天一起商量 大家開會組織一個基金 用這個基金去對付一帶一路 以前歐盟的人只是自己裡頭爭給你給我 現在歐盟聯合起來 整一個基金對付一帶一路 以前一帶一路去歐盟 打他們分裂 一個個國家進去 現在大家一起做的就是對抗 這些消息 就是長期看來很重要的 不是 他這樣做的 以前那些小國家 欠中國的錢那些就不還了 是啊 是的 我就靠去歐洲那邊 他們反正有個新的 叫Gateway 叫Gateway 那他就不還了 不還的話中共那些全部泡湯了 借出去的那些錢 不但不還了 而且他以前做的那些欺人那些事 去到那些華僑 那些華僑 去到那些欺人那些全部報復了 現在那個什麼 那個叫做什麼 是不是所羅門群島 那些就在那裡報復了 就是報復了 你欺人嘛 那些大陸那些人去做生意 全都很糟糕的 真是欺人欺到全都很糟糕的 我有錢 你就要聽我說 他用這招的 那別人就行了 當你沒錢的時候就欺人了 破壞資源嘛 不是 只是破壞 根本就是不講信用 做生意又不講信用 所以別人寧願保護台灣的店舖 就是要破壞中共的店舖 你扯支清清白日期 全都不破壞你 人家做生意都有道德的嘛 他沒有學過道德 他不知道做生意什麼做生意 做生意講信用講道德的嘛 他以為有錢就大殺 哪有這樣做生意的 大陸以前經常講過自己的短期行為 賺得才算了 真是沒有眼光的嘛 我知道你一定要上飛機 我快快快快快 我最後半個小時 我快快快快快快快 你剛剛講了 我和你做駐腳 現在全部和你做駐腳 多謝 多謝 你最近這幾天新聞都很多 你知道在軍事對抗 美國、日本、澳洲、加拿大、德國、德國 五個國家就進行一個 上禮拜開始就在菲律賓海做軍事演習 這個軍事演習明顯是針對中國 中國就要發抗議 叫菲律賓不要在馬來西亞 不要在他們那邊 因為南海有爭議的嘛 叫做你們不要在我們的領土上揪揪震 結果現在是南太平洋和南海這邊 那種戰爭氣氛開始 因為不斷的軍演就開始在這裡加劇 因為這個全部是中國整起的 一個南海一個台灣問題 使得當地整個東南亞就很緊張 所以現在那邊有這種軍事演習不斷在這裡出現 所以這些是長期看的很重要的消息來的 他現在 我尤其是在金融界 以後不用想了 已經不用想了 因為已經出了事了 已經在香港很多錢還不出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沒有人給新錢 他原本就找新錢還舊債 現在已經沒有了新錢了 你的舊債就全部開始爆 是不是大陸叫做爆雷? 爆雷啊 爆雷 我們香港沒有用這個 這個就是爆煲 我們叫爆煲 差不多了爆雷 爆雷大過爆煲 爆煲是一隻煲 爆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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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打雷就這樣爆發了 所以恆大就叫爆雷 小的爆不了雷的 是要大一點才爆到雷的 是啊 基本上整個地產行業就在下跌 整個在下跌 香港實際金融呢 大家表面上就不出聲 或者好看 都在下跌 澳門就不用說了 一塊一塊 一個一個行業倒閉 你有多少力量啊 你撐一個都還沒撐到 現在講的十個 十個行業 就是中國十個的一塊一起倒閉 美國人就叫做industry 差不多十個industry 一塊在那裡倒閉 你怎麼撐啊 沒得撐啊 自己又不夠錢了啊 就是叫做什麼漏雨啊 真的 是不是 破屋偏逢連夜雨 是不是 是 或者是漏屋偏逢連夜雨 就是 真的是這樣 我們不是唱它 實際它是頂不順 你看到的 是 破屋偏逢連夜雨 漏船更如頂頭風 其實是中國以前的歌仔這樣唱的 是的 所以原本說我們要做一個組織隊啊 對那個什麼 環球時報那個什麼 胡什麼 胡錫進 胡錫進 現在都不用了 它自己說出來都沒有意思 但是你試想想 變化得多快 幾個月而已 就變成了整個逆轉了 它根本現在講話沒什麼 那幫戰狼等於全部都在那裡 變成了全部都可憐 變成了可憐蟲了 這些是講不長的 講一下講一下 大家知道是亂說的 真的亂說的 現在的問題呢 它說的是反作用的 因為我是這個貢獻人 你也知道我在智庫做些事情 一直在做 戰狼的言論呢 可能外面看不到那麼多 但是美國方面各個智庫 搜集得很齊的 就是我們有些整個團隊每天都盯著它 全部的報告都去到美國上面呢 就是你們的身份很大的嘛 就是美國跟中國不一樣 中國有些人很喜歡做個大頭銜的嘛 不是你自己說的嘛 所以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就是 你們說全部代表國家 那麼我們美國人這邊的人亂說 全部代表自己 那麼說不定 那麼全部代表國家這些上去呢 美國方面有時相當緊張的 它不是說什麼 它說是不是中國 就是官方發起這樣的輿論去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呢 這裡就這麼多行動 我們看到了 真是菲律賓 印尼 剛剛中國 幾個小時以前呢 跟印尼又發了個威脅 就說你不能夠在我們的領海那裡 開採和軍演 又是印尼一起軍演嘛 那麼所有這些 這些事情呢 就織織織織織我們看到 其實拜登政府就是想轉回頭的 貿易戰想轉回頭 因為現在又是 現在貿易戰很簡單 這些東西就貴了 美國一直物價飛漲在這裡 你說飛漲不是中國那種物價飛漲 第三世界國家說物價飛漲是百分之一百 再雙倍 雙倍 美國說物價飛漲 今年通脹指數8.7% 有些東西 油價最近穩定了 肉價什麼都穩定了 但是升了百分之七 美國人鬼殺這麼吵的 因為公司才升百分之四 我昨天跟印度做過節目 那個人在印度的 從美國去印度跟我做過節目 他說印度的東西升了50% 50% 不是說的 但是我們這樣就看到了 就是美國 中美那些是出名的國家 但是你看看其它國家 如果印度都升了 歐洲一定升了 我在倫敦回來都覺得這些東西貴 差不多貴了又是貴了50%上 可以這麼說 平均到了今年年底 還有一個月而已 差不多貴了50% 這個是限定的 包括石油也是 石油也是 油價 油價貴了70% 是啊 所以平均來說 就是一個50% 很厲害的 年多一年左右 貴了50% 就很厲害 我性循環呢 我先降定先 免得到時我成本高的時候 我頂不住 這個是這樣的 惡性循環呢 每個都是 如果那些原料再降的話 我起碼我先降定先 那每個都想降定先的話 那種惡性循環呢 驚人的 你控制不了的 沒有人控制不了 就是這種民意 等於一種恐懼式的通貨膨脹 你那些原料 我這些來的資料就快要降了 那我不如降定先 免得虧本吧 那這件事就是造成我性循環